我们为什么要移民到新西兰呢 对国内的很多的社会现象 我有点不满的 说实话 我也是 然后呢 我到新西兰以后 我看了一下 我首先参观了一下 就是一百年前 咱们新西兰人 第一代移民的农民 苏格兰 爱尔兰人 他们跑到新西兰以后 他们有一个社区 就在Halvick那 对对 有一个复古的小镇 我进去参观了一下 然后我看了一个展览 这个展览里面就说 当时英国人为什么要移民 因为英国太苦了 英国为什么是苦 三大原因 第一雾霾 对跟北京一样 第二食品安全 吃什么东西都没得吃了 水也不干净 还有这个什么 社会不公平 三大原因 对 那我们说 那今天 从 各国来的一些 也是都 也是 多多少少 多多少少 都是因为 那你说 难道说这个人性 是 首先这说明什么 欧洲人 英国人 跟中国人 没什么区别 没什么区别 都是性是恶的 是吧 也不一定是性是恶的 那你说现在是不是 新西兰的这个普遍的感觉 会不会好一点 那我们新西兰是多注重环保的一个国家 号称这个塑料袋都不用用了 对 塑料袋都不要用了 地球上最后一遍进度 对吧 那你说这善的还是恶的 它也是恶的 它也是恶的 它有恶的 但是它不是那么的压特别强的 但我说相对好吧 相对好吧 但是我们说其实这种恶善 没有什么地狱性的 只不过是一个条件给它 对 有道理 你再过不了时间 人口多了 没点住了 那又 你又改变了 是吧 三体里面说的是 就是你们生活太好了 对吧 你都没有竞争了 给你人口锐减到2000万 就给你放到澳大利亚去 你看你怎么办 对 就是说还是回到再回到这个性 因为你这环境在那 条件 条件在那 人就开始就不得不去做坏事 就是我就不满了 就因为我是医院工作者 医院的工作者 给你那个条件压着 你就好大夫 你得变成坏大夫 真是这么回事 就好大夫你也干不成 你在好大夫 你在医院里 你是不招人 不招领导待见 因为你那个好大夫 就不给人开药的 那个就给人开的手 就是不黑吗 没错 然后你就完整整指标 然后就受到领导的欺负 这里边有一个这样一个问题 叫水至轻则无余 你没有一个让别人活的一条路 对吧 那水太轻了以后 大家不好生存了 对不对 但如果要是说 在这个医院这个系统里面 是不是也有相对好一些的大夫呢 少 少 少的意思是还有的 他说白衣天使的话 我说这个人我还得救 还得救 有 对吧 有不多了 但是呢 我有时候该拿的钱 我 别人都拿 那我可能也拿一点 有这样的 是不是 但是我们救人的时候 该救人的时候 救死不张的时候 那我该怎么着 是怎么着 这样的人 我 就我多年的观察 真不多了 那话又说回了 每次在这个 我经常坐火车嘛 而且坐飞机也有 坐火车 突然说谁谁谁病倒了 这个有没有大夫来 有没有 这咱们 咱们在场的 有没有大夫 乘客里面有没有大夫 不敢啊 哎 我每次看到的 都是有这个 受过医学训练的人 挺身而出 说有什么事情找我 因为我是大夫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还有善良的一面的啊 他是在那个 染缸里边的话 大家都拿钱的时候就拿呗 但是他并不影响他怎么样 就是 他遇到人性拷问的时候 这个钱我该拿不该拿 或者说这个 这个事 这个道义的事 我该做还是不该做的事 还没有到那种生死考验的时候 如果到那种考验的话 他们还会站出来的 对 也就是说怎么样呢 就是我看中国 乱得很大 但是 我们不得不承认 他怎么没崩溃呢 还是有 他肯定在他的系统里面 有他的一个平衡值 他还没有到那个临近点 临界点 要崩溃的那个点 还没有到 对 还没有饿 还没有饿到那个程度 尽管我们 可能看到的饿的面很大了 是 对 对